南投县长林明珍就职届满周年 南投县政府在上午举办了县政年终记者会 由林明珍带领着县府主管团队 穿上围裙担任一日店长 在市集广场行销各社区 自产自销的优质产品努力叫卖 也吸引大批的民众游客来捧场 现场热闹滚滚 拿着水果努力叫卖 南投县长林明珍带领县府团队 穿上围裙担任一日店长 在涉及广场行销各社区 自产自销的优质产品 吸引大批民众捧场热闹滚滚 南投县长林明珍就职届满周年 县政府18号上午举办县政年终记者会 除了社区展示特色产品 还搭配网路票选活动 邀请民众上网票选最有感县政内容 作为未来实证参考 最后由查博会 南投灯会 及免费营养午餐 拿下最有感前三名 我相信在我们14个计划的重点工作里面 我们会在今年后明年 陆续会把它完成 相信在未来的任期三年里面 我们一定要把它完成 林明珍承诺 无论是观光 产业 社福 医疗 明年县府都有重大政策推出 要为县民打造更好的居住环境 记者曾荣诚 南投报导 我们要留意中心 装放保护